他这个动作还是720 下面看到的是罗马尼亚选手 切拉鲁 他跟当代韩国选手做的一样的动作 是建立小帆 持续红帆 转进720多 所以刚才韩国选手因为他可能这个幅度比较小 转的比较慢 所以我们也对这个判定上也有些出现一些问题 因为三百六和 他转的你看 他这个空中的很清楚 两圈 说这个做这种转体的动作 他每个运动员有自己不同的习惯 有的人是早转 有的人是晚转 有的转的快 有的转的慢 但是这个运动员你看他空中的大分腿 也就要扣严重的扣分了 像三百六和七百二他分的区分的话 他其实他落的朝向是同一个朝向 他只是空中要在瞬间来判断 他转的是一圈还是两圈 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队正在给 他在申诉 申诉就对刚才他第二个动作的主别 是直体还是躯体 按照国际体联的规定 可以进行对地分进行申诉 但是第一次申诉要交五百米金的申诉费 如果申诉成功退回 还不算你的这个一次申诉 如果是申诉失败 这个钱就交入国际体联的基金 好 看看第二条 这个国际体联的打分系统里 有一个就是视频回放 如果这个每个国家在这个轮次 你对这个地分有疑议 你可以进行文字的这个书面的申诉 申诉然后这个高级裁判组 根据录像来判定最后 他的这个难度的价值 一般来说从录像的认定 比肉眼认定要更加的容易 所以说一般的申诉成功的概率 是比较低的 因为肉眼判断可能他这个人的话 是比较短暂的 如果录像慢动作一回放 他这个过程就是很清晰的 有多少少了 我自己做的人 我去工作的 dry第五根 那么紧献 我们试试